SRuby SRuby买进来了 有一种声音说 我们可以抓得到千二十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用矩阵的方式 可以做验证 AI就是红外线 搜索追踪甲昌 你要三角定位 我感觉到你热在那边 你的信号给我 我的信号给你 我们就解算出来 在那个地方 你的位置我就知道了 我在那位置发射飞弹 发射飞弹追热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哥定关 我们特别邀请到 前空军副司令张艷廷将军 欢迎 介云好 大家好 那请不许请将军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F16B有分两款 一个就是凤展 跟一个凤翔专案 对 它这个是新购的 对 新购 我们新购的买66架 你看它有4型邮箱出来了 这个向威震内雷达i-SR ANAPG83 这是非常的 这是非常先进的 这是他们五代机用的 这是对 因为ANAPG83 它可以扫描三百七十公里 哇 三百七十公里 它可以扫描 对 它有十度控 十度的扫描追出去 另外它有三十度 三十度出去 另外六十度出去 又整个六十度 六十度就一百二十度 六六一百二十度 有多个操作模式 对 AISA雷达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讲到的 就是这个地方 它的整个的发动机 发动机推力增加了 它换新的另外发动机 然后它涂层 它有个涂层 它不是逆中战机 但它有涂层 逆中涂料完毕之后 它对它的雷达的过程 稍微吸收 不要被你那么早发现 它将来的时候 可以打AGM 摇武士 远距摇弓武器 叫JSO J-S-O-W 它还有Sniper Sniper 就是准举一手夹舱 同时还有讲到的就是 征兆夹舱 这个是我们买的六十六架 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购改的是一百四十一架 也是F16V 是 它说BLOCK两栋 变成GRAV 改栋改良 因为原本购改的是一百四十一架 但另外这个数量有减少了 现在变一三九了 对 F16一百四十一架 光购改就花了一千四百亿 一架花一架十亿 未来购改完成 全球也是首例 对于F16来做购改 变成F16V 殲20是我们威胁最大的战绩吗 对 中共的话 它的最大的战绩 除了千二零之外还有一个千十一架 当然 苏两拐跟苏三栋 还有它二四架的苏三五 也有威胁 还有不要忘了 千十七跟千十一B 那现在对手 第一对手当然是千二零 为什么 F16V最大的速度是2.05 零五马赫 一速 然后千二零最大是2.2 但是我们讲千二零它是双发 双发动机 所以加起来要三万三万多 三万三万 F16V够改完成了 F16V买进来了 有一种声音说 我们可以抓得到千二十 包括透过热山雷达 透过E2K 然后还有很多舰载的雷达 您觉得抓得到吗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问题 你如果把这个通通的信号 通通都抓在一起 我判断你这样加起来 就变成矩阵 你这个矩阵加进去 我相信效果不有效果 我认为用矩阵的方式 可以做一些真正的 它的信号里面有办法证明 整个试图有没有 如果单一去抓应中弹机 那就是两种雷达 一个是我们所讲到的量子雷达 另外一个是 我们讲到的米波雷达 但米波雷达 那个米波天线好大 你知不知道 不敢放在飞机上 抢救雷达大兵 他们去打一个那个雷达战争 那是米波雷达 那是米波雷达 你米波雷达可以知道有利中 但是距离高度方位 你不知道 那就没办法定位啊 我就知道这房间有人 我有听到有人在讲话 你知道有人 但是他在哪里 哪一间你不知道 所以米波雷达不要去考量 你要考量是量子雷达 但是量子雷达 现在没有 美国现在才在 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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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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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验证是可以的 那我们知道 所有的飞机都会排热 而且就是红外线搜索追踪甲舱 很清楚 老美已经同意了 出生在台湾 那只要考这个 为什么 你所有的飞机再厉害 你热没办法躲 你一定要排热 那我这个红外线抓到 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会买这个 热你感应到 但是你感应到不出距离 那所以变成我们讲到的 你要三脚定位 你三脚定位 譬如说这个歼20 你又在那边对不对 我感觉到你热在那边 我这一架飞机 我感觉到热在那边就出来了 它等于是 我们两个距离我知道 我们两个的距离知道 你按三脚函数 我就知道你这样 你的信号给我 我的信号给你 我们就结算出来 在那个地方出来了 距离也出来了 三脚定位 电脑计算 你不要人不要计算 所以等于要抓它 至少要两架 你正常要连 你站住在马 你要保持 比如说你保持20海底 我们两个距离是20海底 你的位置我就知道了 我对那位置发射飞弹 发射飞弹 追热 你热就达到了 是 因为飞机任何可以隐藏 热没办法隐藏 你排出来是热情 马上可以把它变冷气 你可能冷气排出来 你烧出来是一千多度的 你出来会冷气吗 我们讲到你的AISA 你的ANAPG83抓不到 除非是有个状况 就是它涂层衰退 所以逆中战机 它的飞行时间的保养成本高 为什么每个F22不再做了 才总共170架 就不做了 要重新涂层 这个殲-20能不能被抓到 现在还是一个问号 问号 我认为不要过多乐观 因为印度的空军 在2018年说 用苏凯30MKI 曾经抓到过它 那台湾的军方 也曾经说 在去年的时候 6月 我们也掌握到 但是这个讯息也没办法验证 没办法验证 因为是也没办法去承认 也没办法去否认 你只能讲的不予是 你抓到的是不是真正的是殲-20 真的殲-20还是真是假的 也有可能电子讯号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在中国的东部战区 它主要是曲州机场跟五一山机场 部署了殲-20 那它飞过来台湾台北这边只要15分钟 那如果前进部署到异序机场飞过来更快了 对异序机场如果过来的话 大概7分钟 7分钟就到了 对很快的 非常快速 对最重要现在已经没有海峡中线 将军你认为我们要怎么去防御它 因为它的这个霹雳15 它的射程就300公里 对 所以我们 第一个我认为 这个空战第一个先目标获得 那就靠这个IIS-T 就不行 IIS-T IIS-T过去的话 你要锁定 然后整个完毕之后 给IM-12栋D 我看它去拦截 那个美国的RC-135的时候 是都挂那个四长两短 四个霹雳15 我看这四个霹雳15 然后两个短的 两个霹雳腰洞 那逆中你要拿IIS-T 对不对 那不是逆中的 那你讲过 我们这个 这个NAPG-83 向外震雷达在370公里 就可以发现 另外一个不要忘了 我们在遇到它的时候 不要忘了要善言武道 我们的地对空飞弹 对 你的爱二爱三 爱国者二跟爱国者三 还有天宫二天宫三 要怎么去打兵 对 对 然后这个是属于远程的 你还有其他的 比如海军的标二飞弹 标准二型飞弹 还有到最后面叫进攻防御 或者是野战防空 或者是要力防空的 包含解除飞弹 复仇者飞弹 刺针飞弹 天弓二型地对空飞弹 天弦二型地对空飞弹 所以我们都要用 这等于是我们赤卫岛的 对 你都要 备弹防空网 你都要去 好 把它这个重来做一个整合 这个人指挥官很重要 还是用海军的 你要下达一个 这个时候用 我就用海军的 海军已经待命射击了 随时火线接上了 随时一点就出去了 我们可能要一次两发 好那两发齐射 就把它击落 这样子 你要做一个最好的 经过电脑换算 最佳模式出来 那么F16V是4.5代吗 对 4.5代 对 虽然在这个 抓到它对抗的能力上 还是有点不足 我们对 后改是相当 这139架 一共37个站 你以前飞过F16吗 带了9个机扯下来之后 F16 结果你要全程贯注 9倍的体重压在身上 那不真 因为血是向下的 你带机的时候血了下 你向下的这个头没有 你没办法思考 你没有血啦 眼睛都黑色 那我们这个机 眼睛灰色啦 灰色变得黑色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 这个世界是彩色的 灰色之后 这个世界是黑白的 你看汉卫战士 他训练的时候也是 大击昏迷 对不对 我们已经花钱 现在将来 防障系统 将来开始装防障 那我们成为这个 亚洲最大的F16机队 未来台湾的空防战力 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嘛 这个是 然后F16非常棒 因为我飞过它 那汉翔的F16V购改 那也是空军的一个 重大铃层杯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必须要在提升 我们整体战略的地方 谢谢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就跟各位宽伦朋友说再见咯 谢谢 拜拜 拜拜 赶紧谢谢 拜拜